欢迎收看新闻娱乐通 最近票选2014演艺圈 最让人跌破眼镜的离婚夫妻 没有想到这个形象很好的男艺人林又威 居然夺冠 这对她来说应该是开心还是伤心呢 而说到了离婚怡云 来看看在演艺圈的这位老大哥洪荣洪 他现在怎么也陷入了罗生门 究竟离了没啊 一个说离了一个喊没离 好 那么同时呢 接下来也要带您透视韩国的残酷舞台 究竟在演艺圈有哪些潜规则的真相呢 稍后好好告诉大家 我先为您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好 首先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麦若瑜 七位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李文婉 七位好 大家好 七位好 资深媒体人彭华干 七位好 大家好 新座专家维维安 大家好 杂志社长江宁 七位好 大家好 好 那像一开始呢 这个很多人的疑问了 就是洪荣洪这位大哥 他什么三月份的时候离婚了 不过现在又爆出说 这是他另一半的佩偶兰 名字还是他 所以他到底离婚了没啊 对 大家记得今年三月份 也是这个周刊的爆的料 就是说我们洪荣洪跟他的这个 结法多年的妻子陈诗语 十五年 十五年 有三个小孩在去年的八月份 就已经离婚了 因为离婚的原因 就是两个人的个性长期来不和 尤其对于教育小孩的理念不同 所以离婚了 好 那这个离婚当时还扯出来一个说 是不是有小三的介入 所以有个贵妇小三 长得很漂亮怎么样怎么样 是会声会影的 对 但是都否认了 好 那这个事情你看 从三月到现在 现在是七月底了 这个周刊又爆了个料 那这个料的来源是什么呢 是来源于陈思雨 因为陈思雨之前住在日本 那陈思雨最近回来台北 看房子 找房子 大概我想应该是房仲介 什么有风声走漏出去了 这个周刊就追到了现场 追到现场就看到陈思雨在挑房子 他周刊就说那你要回来定居了吗 要买房子吗 那陈思雨当然 这周刊上面讲的 他就说我哪有钱买房子 我是来租房子的 那小孩也就带在身边 他说那小孩的监护权是归你了 对不对 结果就发觉 讲到这个监护权的时候 他发觉这个陈思雨就面有难色 就说这个你不要问我 这个问题很 就开始丢出来一些 很令人疑惑的话 这个问题你不要问我 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个周刊他就有这个反应 就有警觉性说那是怎么样 这个离婚是怎么样呢 就继续追问下去 那没有想到一问说 你们到底离婚了没有 还是说这个婚姻状况 到底这个小孩的归属权 这个抚养权 结果这个陈思雨居然就哭了 那他一哭 那周刊当然要更 就更好奇 要挖了 对 你们到底这个婚姻是怎么样 因为三月说离婚了怎么样 结果就说 那你可不可以把身份证 给我们看一下 那陈思雨就是这样子 有点又不想又为难 就绣出来她身份证 身份证佩偶兰里面 就还有红楼红 那这个我刚刚其实在化妆室 我就问文婉 我说会不会是离婚 就譬如说 我跟你离婚了 我佩偶兰不要有你 可是如果你还想念我 你就留到 你不可以这样吗 文婉说不可能 这是违反规定的 这不可能 对 她说一定要是两个人一起去办 然后要注销掉 注销掉 因为那个人没有经验 所以他问我 对 所以文婉就讲了说 一定是两个人去护证事务所 一起去注销 注销还要等 一起等的 新份证焕发 可是这就有个状况 表示说他们两个的离婚 在台湾也许不是合法的 怎么讲 他们之前生活在加拿大 他们在加拿大离婚了 加拿大的离婚程序 跟我们应该是不一样的 他们在加拿大结婚 或是哪里结婚 其实台湾跟加拿大结婚 台湾因为结婚跟离婚 身份证会秀出来 但加拿大你真的不晓得 好 所以这个婚姻 在台湾 如果这样讲台湾是合法的 也就是说这个婚姻还没有离掉 台湾是还没有离掉的 就是离婚无效 应该是这样 如果身份证这样 等于他台湾是没有去注册 没有去护证事务所登记 好 这个就扯出来另外一个问题了 红荣红现在他们 陈思雨这里来找房子 可是据房仲业者爆料 红荣红当然他认为他都已经离掉 离婚了 他有什么不对 他跟这个之前讲的贵妇小三 已经在信义路一个地方 就是信义路的一个华宅里面 已经同居了 就住在一起了 而且这个据房仲爆料 这个租金是这个女生在付的 因为这个女生之前在日本 也是做房仲的工作 是蛮有钱的一个女生 当然后来季保路说 他不是小三 不是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房仲就说是这女生在付钱 可是又扯出来一个案外案 这个红荣红 房仲说的 说红荣红曾去跟房仲抱怨说 你们这房子什么潮湿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们要搬家 搬到淡水去了 房仲就说那你这样的话 你违约要退这个什么金额 这个租约金 然后据说红荣红还跟他们 有一些的这个争执说 那你都不挽留我 怎么样也不算我便宜 那不知道 你知道房仲业者也会爆料 我就觉得这个新闻 包括了陈思雨去看房子 然后我觉得整个是 房仲业者的爆料 对 对不对 整个脉络目前卖络看起来 房仲业者打下来给周刊说 赶快来看一下 因为陈思雨在那边看房子 结果周刊一去 不但挖出来了这个 也挖了另外一些 红荣红跟所谓的这个贵妇 共父同居的这些东西 对 所以他们是在一起了 自己说是不是小三 之前有没有重叠 目前这个还是打个问号 至少我们刚讲 从这个陈思雨秀出来的 深闷症来讲 他们的婚姻在台湾 如果你要就法律的观点来讲 这个婚姻还是有效的 还是没有结束的 对 不过说到了红荣红 事实上我想在演艺圈 大家印象很深刻 也曾经轰轰烈烈的一段 就是她跟二姐将会的一段情 那么在当年其实很登对 郎才女貌的 可是是红家人反对 所以她没有办法走下去 先讲就是16岁 他们两个是在同一个西餐厅 在工作 那就是两个人 就是很自然而然的 因为工作关系 然后越走越近 来了一段纯纯的感情 这段恋情其实维持了 也三年也不算短 这个期间有各种各种的 揣测 一个揣测就是说 这个二姐那时候因为红荣红 她红得很快 一支小雨伞 她突然我沉沥沾 一下就红了你知道 那时候其实二姐真的比较弱 而且她运气不好 她那时候出第一章 说什么你中饮奶什么什么 她出第一章的时候 唱片公司倒了 然后再来就是之后才慢慢又起来 可是红荣红比她红得早 那时候其实就会觉得就是说 红爸爸跟那个红老师 跟她的这个夫人就觉得说 我儿子正要起飞 正要红 她觉得是你高攀了 没有就是觉得说 不要因用意 不要影响到她的这个事业 这个时间 你们这个年纪这个感情 哪有重要 要那个拼事业这样 所以从中曾经就是希望他们断了这个缘分 好 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刚刚秦伟讲的家人反对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这个红荣红 一个小男生16岁 你说过了三年 他们交往两三年 十九二十 正当那个年轻气盛的时候 旁边的那个妹妹多少 对不对 定不下来 所以当然到最后就没有办法 就是说我真的在 也确实了 那么年轻 其实我觉得这么年轻 你要一个男人定下来 或要一个 现代要一个女人定下来 也不可能 所以就这些原因 导致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在一起 可是多年之后 大家就觉得一直是遗憾 你们一起合唱多么好听 鸳鸯酒杯 对不对 怎么很多 反正都很好听的歌 怎么不能够真正结为连礼 洪隆说 真的是因为我定不下来 当年年纪太轻 而且他一直觉得欠了二姐一个道歉 我想像这样子的一个合体 两个已经没事了 就是变得好朋友了 先讲就是说我们回到 这个江蕙二姐的感情生活 大家都很好奇 然后觉得说 出了红楼红没有别人吗 其实还有曾经有过别人 在92年到96年期间 其实二姐有一个 这个美国的男朋友 她非常小心翼翼的呵护 那时候也对 也常常对 也常常非美国 可是这段感情后来 也可能是距离的关系没办法了 她的感情交白卷 对 大概这样晃晃30年交白卷 最近二姐有透露说想婚的心情 但是我认为处女做的她很难 第一个就是说 我其实不习惯跟人家同床共争 我不喜欢跟她 因为不要人有一点点声音 我没办法睡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私人的空间 她觉得这些男人 她没有办法去 就是符合她这个要求 所以她觉得不要耽误人家 所以这样一下子 30年过去了 一直没有着落 就是说她其实是非常非常自我 她想要自己想好享受人生 要另外一半配合她 但这个就难了 我觉得比较 因为她知道自己的 这个所谓的龟毛的地方 应该这样讲 所以呢 应该没有人可以配合得了她 不管怎么样 还是祝福二姐 就很难讲人生 那我们当然说到这个人生男欢女爱 人都有七情六欲 那你当然如果是合法的男女朋友 或是夫妻什么的 那这目前听起来没什么大问题 可是呢 如果是偷情男女 那又是公众人物 很容易会登上新闻版面的 就稍后我们先来聊一聊 我为什么开了这个头 主要是因为最近大家在讨论一个通讯软体 它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 叫做现实聊天 那很多人就说 现实聊天就成了这个偷情男女的一大 力气 为什么这样讲 为什么这样讲 这几天 千万 我不知道你的手机 我的手机真的出现了 我也是 我出现了 大家都出现了 代表这个通讯软体 真是好用 我告诉你有什么好用的地方吗 好 我告诉你 一般设定60秒 也就是说 当你要跟别人讲什么 反正就是悄悄话 或者是说 业务上面的一些机密的话 60秒自动删除 别人要看 你看不见了 就不会留底了 直接设定60秒 但是我有比60秒还紧迫的 我只要2秒就好了 就好 我爱你 好 我爱你 一打出去 2秒对方看到了 没了 不能怀源 不能重置 不能拷贝 好不好 所以被讲成偷情力气 但是有一些偷情 不能搞60秒 因为我会忘 你知道吗 就譬如说 我们应该去中安北路那一家吧 不 我们应该去大指那一家 所以那可能要搞一个礼拜 好多个宝贝 最长 可以留一个礼拜 也会被删除 所以这就被人家讲成偷情力气 我跟你讲 看你有什么心态去看它 我们只能说 现在网路世界跟手机 真的是日新月异 真的 连这个叫偷情力气 都能够跑出来 你就晓得说 以后你要去抓什么 更难了 对不对 但还是被狗仔抓到 好 我们就要讲这个 为什么你知道 马上就有网友哭手了 今天最新的新闻 对不对 我们的劳动部长潘先生 潘世伟先生 真的很劳动 非常的劳动 为什么 因为他白天很劳动 晚上还要再劳动 为什么 因为他在七天之内 到他的秘书家 三次 包括带他出去出差 总共三次 你白天天天跟他黏在一起 你到了晚上还要到他家去 而且很妙 而且这个部长也说了 他说奇怪了 那如果是男同事 那难不成说 说他是同性恋 都有道理 我觉得讲了都有道理 何况这个王姓女秘书 已经跟着他六年了 曾经是他学生 曾经是他学生 现在拉来旁边当秘书 很正常 对不对 可是我问你 千惠 如果你是某个人的秘书 你会不会跟他一起吃完饭的时候 这样 弟牙也没有关系 在自己的长官面前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的关系到什么样程度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讲简单的 从7月2号到7月9号 你知道吗 网友哭手套 我跟你讲 这个周刊真的更可恶了 你知道吗 用什么歌来形容我们的潘部长 因为他就放了一部 潘部长骑小腰车 我骑着一部胆车 啊哈哈 摇到路的尽头 路的尽头 就是谁 就是王秘书的家 从他家到他家 骑单车就可以到了 请问一下 你跟你的秘书的关系 是这样子吗 如果说你骑单车就可以到 他一个礼拜真的去了三趟 去了三趟 而且一待都待两个钟头 他出来才回家 而且还更应景 7月2号到7月9号 最后是7月9号 是什么 是四足大战 对不对 他还穿了阿根廷球队的 国家队的衣服去 还真应景 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说 他还带他出国 还带他出国 好 为什么带他出国 当他还是老委会的副主委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就带着王秘书出国 当时属下 重五星级饭店 然后搭商务舱 搭商务舱 属下纪要就告诉他说 副主不可以这样 为什么你知道 他只是你的秘书而已 他不肯 执意要带他 而且他花的是纳税人的钱 你我的钱吧 公帕啊 这个时候他就开始 这个同事就会怀疑 等到他真的做到老委会的主委的时候 他还是要带他去 那个时候更多人说不可以这样做 等到今年二月劳动部成立 他成为部长的时候 我跟你讲 今年要到瑞士日内瓦 去参加国际劳工年会 很重要喔 他要带两个专业的官员去 你知道 结果因为 我还是要带王秘书去 所以你们两个人 哪一个人猜拳 猜输得不要去了 你把国家的公务 放在哪里 竟然是带你的秘书去 比较要紧 而且一起坐商务舱 坐商务舱 在飞机上坐商务舱 对不对 而且那个女秘书 完全没有公务人 任用资格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讲 潘世伟就是说 她今天做了这样的事情 她还不认为她有错 而且她总该要下台了吧 这个礼拜又要走一位部长了吧 因为我今天要严格的讲究说 她其实她这些作为都是 不合适的 不对称的 可是你说如果她有真的不伦的话 其实应该提出 更强而有力的证据 可是以一个官员的官征而言 潘世伟 你已经不合格了 社会观感不好啦 非常不好 你又要打选战了 这个还能不走吗 你这样子 尤其你的态度是不对 是巨傲的 这些不管有没有绯闻在里面 你都不再是任 好 我们说到这个男女之间 那么谈感情 那么也是名人喔 这是之前闹得沸沸扬扬 网拍界曾经的神雕侠侣 神仙眷属 那么之前也对簿公堂了 那么最近她们的剧情 又有了新发展 稍后继续回到新闻娱乐童